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向最高峰 虽国内富强安定 但却进一步拉大了和国际的结果 可以说乾隆的业绩 是中国近代发展的前业 在乾隆帝期间也发生过数次保家卫国战争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平定准嘎尔汉国 1718年到1760年 清军两次出兵平定准嘎尔 终让其灭亡 之后几年又降服缅甸使其称臣纳贡 平定大小川稳固四川 但制造外乱之人贼心不死 中国将遇辽阔 难免有些自不量力的小国 对此垂涎欲滴 随着库尔卡部落逐渐强大 最后征服尼泊尔建立沙巴王朝后 自认实力佼佼者 不断对外征战扩张领土 把本国面积扩张到如今尼泊尔面积的三倍 也新得到急速膨胀 并开始构思侵犯我国的主意 1788年带有强烈侵略性的沙拉士兵 开始侵犯我国西藏边界地区 因为该处偏远 驻扎在此地的清军少之又少 所以尼泊尔士兵在侵犯途中 可以说顺风顺水 道之处民不聊省 寺庙之中的财富被洗劫一空 后来朝廷得之后 便抽掉三千余清兵 由首川将军厄徽等人在领下 赶赴西藏进行围剿 但狡猾的尼泊尔士兵速战速决洗劫完后 就全线撤退了 也可能是闻风造大 事实后来赶到的清军 想杀他个片甲不留 但人都走了只能接受尼泊尔的议和 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也许是因为没有尝到被虐斯的滋味 沙拉王朝还保留着投机取巧的贼心 认为强点中国的财务没啥大不了的 就算被逮到顶多一盒罢了 第二次沙拉王朝结合上次的经验 想捞递更大的 依旧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 但出兵人数是上次的数倍 这次侵犯深入整个后藏地区 也满之首身 到了西藏四大次其中的扎实伦布寺 寺庙藏物众多招此毒手 危在旦夕 乾隆得知急报后尤为震怒 真是给脸不要脸 这次就让他们有去无回 派出朝中大将服康安率精兵一万余人 火速前去围剿新略军 这次清军的行军速度 远超杀阿王朝士兵的意料 清军初期不意为剿侵略军 如同浪偷拍案 战战兜使劫爆 杀敌四千余人 为了彻底打击侵略军的焰火 在近乎团灭敌军后 乘胜追击 一直杀到尼泊尔境内 执匕首都扬不成 金家德满都城下 此时的库尔卡国王 就像被捏软的世子以无反抗之力 绝望地向清朝求和 并心甘情愿向清朝成 陈纳贡 死后一直到1908年 被英国控制前 一直是中国的乖孩子 库尔卡也是中国最后一个藩属国 虽当时侵略军被清军几乎囤灭 但逃离的库尔卡士兵也不在少数 这些逃兵被遗弃在西藏境内 虽然想回国 但他们深知回去也必死无疑 一直过着身处异国颠沛流离的生活 而清朝也无暇顾念这些侵略者 只能说活该 任由其自生自灭 后来这些异国人渐渐被当地人接受 并和当地人混居繁衍生息 当地人也给这些人取名 达曼人意为 骑兵的意思 二百多年过去了 直到2003年 这群没有国籍的异国人才 被中国特批落户中国国籍 不但享受中国公民的各种保障 国家还给其投入资金借楼修路 分配耕地 享受低保 孩子上学也不需要钱 现在 他们几乎都能流利的说汉语 二百多年落户中国的愿望已经实现 希望他们生活的更好 中美历史观 发现力 史之美 据述历史之实 我是作者 周行天下 谢谢您的赏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调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